嗨,大家好,我是笨妈 明天是周五,准备给学生做面食 我现在发点面,明天烙饼子吃 发面饼吃起来不上火,也更容易消化 汤面配上饼子吃,更顶饱 揉好的面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发酵 冷藏发酵呢既节省时间又方便 把洗干净的鸡胸肉切成直透粗细的条 切的粗一点,夹到馍里面吃,才带劲 把鸡胸肉提前腌制一下 放上葱姜,生抽,蚝油 料酒,二粮腌料 有没有发现我挺喜欢放二粮腌料的 因为孩子们都喜欢吃 他们说找到了吃肯德基的感觉 腌好的鸡胸肉放入冰箱冷藏 我真的感觉我一天好忙好忙呀 忙完家务又要忙孩子 再加上最近做自媒体 一天的时间真的都不够用 所以我的视频都是两到三天一更 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孩子 早上送完孩子再买菜 孩子幼儿园就在早市旁边 送完他我再去买菜,也很方便 有网友留言 蹦妈,我看你每次买菜也不拉个车车 谢谢,我有小店驴给我帮忙 又买了一袋子菜回来 做习惯了十几个人的饭呢 这小锅饭都控制不了量了 最近这几天天天剩好多呀 昨天就请了我们好几个邻居来我家吃饭 大家一起把它消灭了 也不浪费 我要开始做饭了 四个孩子的饭,咱也不凑合 今儿给学生做口袋饼和手工揪面片 以前学生太多,我面片都是买现成的 现在不是人少了吗 人少就给孩子们做手工面 手工面吃着口感劲道 吃着更香 用习惯了厨房捡 我觉得有时候它比刀切还更方便 小青菜用剪刀去掉头 加上盐和小苏打 把青菜给它多次泡洗一下 洗干净的酒团放盆里 做汤面呢,我一般喜欢都放点西红柿 调出来的汤色呢,更诱人 把小豆芽冲洗干净 木耳倒点水泡发 酒面片呢,也讲究五色 红,黄,白,绿,黑 你看看我们的五色,是不是齐了呢 昨天拜师心学的口袋饼的做法 邦妈今天现学现卖,分享给大家 保证各个饼开口,松软好吃 不要领兴你的力气,使劲把面揉匀 再搓成长条 接下来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刚好手掌能握住的大小 一个差不多80克左右 再留一点面呢,揪几个和大面团 同等数量的小面剂 差不多20克左右 先拿一个小面团 给它揉匀压扁 盘子里倒上油 把小面剂放上去 保证每个面剂子都要沾上油哦 拿出一个大面团 给它揉匀 用擀面杖擀开 不要擀太薄 擀成包子皮的大小和厚度就可以 接下来这一步呢 是口袋饼开口的关键 把浸过油的小面团包进去 小面团其实就是起了油酥的作用 利于饼的起层和开口 包包子一样 把小面团包住 收口压扁 擀成椭圆形的饼胚 平底锅刷油 开始烙饼 把饼胚放进去 切记不要盖盖子 影响饼的起层和启发 烙至一面上色鼓起 就可以翻面了 电饼称烙饼呢 有个缺点呢 由于温度低 饼长时间的烙制呢 水分流失会造成饼发干 所以轻微上色 就可以出锅了 炸鸡柳孩子们最爱 家里自己做干净卫生 偶尔吃是油炸食品 解个馋 油温六成热 放入鸡柳 炸至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了 最后再来调一个刷饼的酱料 配上菜和肉 口袋饼吃着更香 更有味儿 一勺豆瓣酱 一勺芝麻酱 一勺蚝油 少许白糖 再加少许清水 把酱料打成细腻的糊状 倒入锅里开小火 不停的搅动 以免糊锅 熬至酱料起泡泡 变浓稠 即可出锅 让我来切开一个饼 检验一下 能开口吗 哇 不但开口了 还是多层的 抹上酱料 加上菜和肉 还是很丰盛呀 咬一口 哇 太香了 不行 还得再吃一个 先烙这几个 让他们吃着 明显不够 开始揪面片 早上出门前 和好的面 和面的视频 找不见了 揪面片的面呢 和的稍微软一点 再加一点点盐呢 增加筋性 面材更容易拉伸开 也更劲道 用菠菜汁和面呢 专制各种 不爱吃蔬菜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 把面剂子搓长 滚圆 每个面剂子都刷上油 然后盖上保鲜膜 饧面40分钟 饧面的时间呢 把菜先炒好 炒好的菜呢 最后加上汤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饧好的面呢 它延展性很好 可以轻轻的推开 拉伸 而且不断 揪面片 没啥技术含量 管它揪的长短大小呢 只要动作快 就行了 最后一片面片下锅呢 也该起锅了 煮好的面片呢 放入卤汤里 最后下入青菜和鸡蛋 我们的老闪烩面片就做好了 今天下雨还有一点点凉 来上一碗烩面片 热乎 实在 学生们也马上回来了 准备开饭 这一碗烩面片 被烟几个 嗯 被烟几个 没 还几个 应该阿姨还给你再弄的 还够 三 可能是三四个吧 一人三吧 我还吃着呢 哈哈哈哈 我喜欢 一人三个 今天还一样 跟吃的肯乃鸡一样 哈哈 刚吃